这是一部反转再反转的电影 剧情扑朔迷离 伙伴们如果不看到最后 绝对不知道答案 一对年轻的情侣从大城市 搬到这人口稀少的小镇 这个女人名叫安娜 曾得过乳县爱 男友很爱她 为了她能够有个安静舒适的环境 特意为她新盖了别墅 马特是个建筑师 这房子的设计和建造 都是她一手操办的 几个月以前 他们住进了这个温馨的家 今天晚上 他们去餐厅吃饭 商量的明天乔迁之喜的宴会名单 晚餐回来后 悉心的马特发现了地上的泥土 她以为是动物从后门进了屋 于是赶紧跑去查看 安娜经过走廊时 也看到了地上的鞋印 很明显 是有人闯进了他们的家 她沿着脚印一路走到客厅 发现这里一片狼藉 而后 马特也赶来报了警 送走警察后 马特赶紧安抚安娜上楼休息 但说来也奇怪 这起事件一看就是入室盗窃 但屋内却没有丢失任何的东西 第二天 再加上她的身体也不好 整个人的状态 很明显有些萎靡不振 她害怕自己就病复发 于是偷偷地跑去检查 还好医生告诉她 身体并没有异常 马特这边 警长老黄正找她谈话 问她昨晚的事是不是仇家上门 或是得罪了什么人 她很明确地回答说没有 接着又说 反正也没丢什么东西 希望警长别再找她妻子 因为她的身体不好 老黄走后 男人给家里装了一个运动感应灯 和内置的遥控锁 安娜回来之后 马特看到了她的检查报告 心里有些生气 说这么大的事 应该通知我一起去 无论情况如何 我们都要共同地面对 她说的这番话 安娜就好像掉进了 密封窝里填死人了 到了午夜 感应灯亮起 而安娜也被突然惊醒 她想开灯 可屋内却停了点 马特带着朦胧的双眼 疲惫地走向变电箱 她发现这里是人为的破坏 一转头看见屋内有三处灯光 她立马拼命地跑进屋内 悄悄地走到楼上的房间 发现安娜躺在地板上 被人反绑着 解开束缚之后 马特捏手捏脚地来到楼下 发现两个蒙面人 正在肆意地翻东西 她轻声地告诉安娜 受要去另一边 待会再叫她过去 没想到 她居然在那边的花盆里 掏出了一把枪 安娜呆呆地看着她 心里感到十分地害怕 他俩之间可是没有秘密的呀 啥时候藏的枪 自己竟然毫不知情 就在她若有所思的时候 蒙面人从背后偷袭了马特 还把她的枪给打掉了 情急之下 马特拉着安娜的手往楼上跑 可却被拖住了腿 马特急忙上去踹她 把蒙面人踹了下去 惊险地逃到楼上 男人抵住门 拿上车钥匙 叫安娜赶快逃到车上去 她牵着安娜的手 尽可能地让她在最低位跳下 她平稳落地后 突然门后传来枪声 马特正想往下跳 奈何他们已经赶到了 大喊着让安娜赶快逃走 她掺掺微微地逃到了车上 正想起动车子 突然乌昧传来几声枪响 她哭喊着男佣的名字 心里感到十分的沮丧 该死的狗狗却又扑向了她 她捡起钥匙正要逃走 这时 一个蒙面人手按伤口 拉下面罩 低声哀求安娜救救她 接着又是一声枪响 只见小伙音声倒下 而开枪的人正是她的男佣 两人就这样对视着 她非常的惊讶 平时问问尔雅的她 竟然能将小偷全部反杀 而且小伙已经没有危险 却还要杀了她 而且都有犯罪前哥 两个儿子昨晚都已经死了 剩下老头在重症监护室 警察还一样 老头还有个女儿 前不久失踪了 他们说完这话后 让安娜又惊又怕 惊的是他们一家人 为何几次跑来他们家 怕的是老头还没死 会不会找人来报复 回来之后 安娜看着漫不经兴 像没事发生一样的男友 心里很是窝火 而且还提出要去购买 乔迁宴会的食材 这下安娜再也绷不住了 她非常叫愤怒 但她架不住男友对她的好 于是马特扬长而去 可得没出去多久 安娜就发现她的钱包忘带了 打她电话却已关机 她只好尾随而去 免然她白跑一趟 当她一路跟随来到岔路口时 发现马特的车正朝医院开去 这是怎么回事而 就当安娜准备管过去跟上她时 意外却发生了 安娃恨爱才回到家 男友早已在家等她 安娜告诉她经过 说车子送去修理厂 还质问她为何去了医院的方向 马特解释道 是顺带去那边拿图纸 还告诉安娜说 人没事就好 明天开我的车去上班 次日 安娜下班后正准备回家 警长却突然找上了 她说 在医院的老头昨晚已经死了 叫她以后不用再担心害怕 安娜听完后 心里咯噔了一下 因为昨晚男友去了医院的方向 难不成是她杀了老头吗 她带着疑惑开始调查 翻看车上的行车记录 果然发现这里面 竟然有老头家的地址 她跟着导王找到了他们家 并在屋内发现了老公 写给他们的信 而且还在他们的信箱里 找到了一台正要寄往警局的录音机 就在这时 却忽然出现个维索男 一把抢走她手里的录音机 并打碎了 接着收到 以后别想再来偷拍她 安娜被维索男吓得慌忙逃走 回到家后 她打开录音机 发现是老人生前的视频 当中提到她女儿的事 可没说几句 后面就放不出来了 安娜决定继续调查 她在老公的抽屉 又找到了一个右盘 打开一看 人都惊呆了 原来这一家人都在她家做过老公 第二天一大早 安娜带着右盘忐忑的来到警局 就当她准备报案时 从旁边的警车下来的那个维索男 她大声的叫着 不是我故意伤害她 是娜的见人自找的 警察抓到了维索男 自然女孩的失踪案 就与她男友无关 她回到家后 心平气和的问老公 为何在老头家里发现了你给她写的信 男友诚恳的告诉她说 之前建造房子为了节约成本 请了非法老公 但他们经常出错 于是只好开除她 要举报我 要知道 在这里聘用非法劳工 再加上偷税 那可是要坐牢的 于是只好每个月寄钱给他们70名人 而最近没有寄钱 所以他们才会找上门 她解释的合情合理 听到安娜心里很是愧疚 他们抛开戒地 宠为于好 当晚就宴请了朋友来家 他们谈笑风生 喜笑颜开 可就在她收拾餐盘时 电视里正在报道猥琐男的新闻 新闻报道说 她只是弄死了老人家的狗而已 与女孩的失踪案并无任何关联 听到这个消息后 安娜的头都快炸了 她立刻跑到老公的办公室 翻出了房屋的结构图纸 仔细翻阅后 发现办公室里有个暗门 她打开以后 进到里面一步步地往下探索 然而 真的在最底层找到了那个女孩 她瞬间就明白了一切 她冲上去对女孩说 一定会救她出去了 她一个转身却撞上了马特 她流着眼泪向安娜哭诉 希望她能够记得她的好 说她其实不想这样 只是变态的心理不受控制 就好像身体里的癌细胞一样 是由基因造成的 安娜完全听不进她的话 拿出手机说要报警 男人推倒了她 并将手机踩坏 然后再将她绑到墙边 送走了宾客后 她静静地坐在沙发上 而安娜竟然奇迹般地挣脱了舒服 并解开了女孩子 当男人再次下来时 他们藏在楼梯下 侥幸地让他们逃出了地下室 可就当他们正要逃出门时 却被内置的遥控锁锁住 马特再也抑制不住心里的恶魔本性 彻底地释放 她又一次抓着女孩来到地下室 就当她举起棒球棍正要施暴时 安娜在她身后劫过了她 最后安娜卖掉了房子 离开这个伤心地